我们鸡蛋一定要新鲜要美 有时它来的那方不美 我们就叫它推耳 看人家生意有时人多 我们就烫一轮先 大概十分钟就要过后 整整人家要我们再拿再烫 大概十分钟就出来是美美 研究鸡蛋食物科学的人呢 有个说法就是说呢 吃鸡蛋最好的状态呢 是蛋白将近凝固 而蛋黄还是处于半凝固的状态的 因为鸡蛋里头的蛋白质 有一半呢是在这个蛋白里头 因此呢蛋白应该呢 基本煮熟 才足以保证呢 这个蛋白质的吸收率 而蛋黄呢 因为它包含了鸡蛋中 大部分的维生素啊 还有脂肪酸 所以呢不让它完全熟透呢 就可以保护鸡蛋中的营养素了 这个半层熟蛋呢 除了可以单独吃啊 其实也可以搭配这个烤面包 一起来吃对不对 对对对对 老人家经常很喜欢这样子 他们沾了酱油胡椒汤 他们打散 让它的蛋白蛋黄都混合在一起 然后他们再沾面包一起吃哦 哇哦 这个真的是双倍的那种浓郁哦 对的 我要说一说呢 老板的这个炭烤面包 本来呢 它就涂了一只很厚很厚的这个咖椅 基本上就是半旧的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特色 是故意这样子的 我们一路来查厚的 特色是老实讲是咖椅 咖椅有的要吃到比较厚 因为外面我们吃的大多是很薄的 我们查到对吗 对 有的要薄太甜了 我们就尽量少了 如果要厚的就讲要吃到流出来的咖椅 我们就差点了 那为什么本地会有烤面包和半生熟蛋 这样子的一个早餐组合呢 这其实是英职明帝时期留下来的饮食遗风 哇 谢谢 这个呢 是英国呢 非常经典的一道早餐 叫做 Egg and soldiers Egg and soldiers 为什么把面包称为 soldiers呢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面包呢 切成一条条 条状这样子 然后排列整齐的 就有点像士兵在操布一样 那以前的一些欧洲贵族 他们怎么吃这个所谓的半生熟蛋呢 他们就是用着这个切条状的面包 这样子来去沾 沾一沾这个半生熟蛋 所以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得出 我们在本地所吃的这个烤面包 搭配这个半生熟蛋 就是源自于这个英国的经典的早餐 也就是Egg and soldiers 洋人吃半生熟蛋呢 本来的巧味是盐跟胡椒粉 但是呢 华人学会了之后 就融入了自己的情感的巧味料 那就是酱油 所以以酱油呢 代替了盐 试试看 Egg and soldiers 这个平常吃不到的 今天才有 平常没卖啊 没有 以后来点不可以吗 真的不可以啊 太难了对不对 太麻烦对不对 作为前英殖民地呢 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呢 依然是深受英国人影响的 所以政治上的殖民 或许是短暂的 但饮食文化的殖民 确实深远的 我陪我跟他们搞个辣 你露住啊 这些客气 我来讲 终于 大思诚 起